那么这两天听说这个习下礼尚啊,这个我现在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是,真的是胡锦涛和曾庆红真的给中央首位见眼了,说习你主席可以轮的干,你党委书记你得,中共总书记你得退啊,中共总书记是习打应的要交出来的,提议两个人选,第一人选李克强,第二人选汪洋,来了吧,大事来了吧兄弟姐妹们,李克强是一个乱交派, 他是谁都给乱交的,我太了解这个人了,是吧,他最亲戚那个人就是王岐山啊,王岐山的下属跟他之间下属,中基本用这就董红还有他,我不能说他名字那一个人啊,李克强是个乱交派,汪洋也不是团派,汪洋是点点是真正的太子党,他是那个乔石的这个家人啊,但是看上去好像所谓的开明派,这下事大了,胡春华咋办呢,是不是陈敏儿呢, 郭淑青咋办呢,对吧,李强咋办呢,这一系列的问题,李希咋办呢,这个里边发生的事情跟着咱灭共没半毛钱关系啊,别天真,这些人谁上去当总书记,都会打着共产党的牌,打着共产党的旗,走自己的路,不是中国到了十字路口了,选择左右,是吧,翻牌子, 不是那个概念,任何人上去都是共产党,你别天真,任何人上去也不会对什么新中国联盟说好,李克强跟郭文贵认识了,咱们就,我共产党不干了,你太天真了吧, 我们只有一个,不管是哪个共产党,我们都把你消灭了,消灭共产党不是目的,消灭共产党的体制和共产党才是目的,他们斗争是好事,但是不要既希望它斗争的帮我们解决核心的问题, 所以说,战友们,你看到了共产党的经济崩溃,供应链的崩落,还有在全世界的出售资产,说明共产党真的要打仗了, 而且这个粮食价格简直是太夸张了,所以说我们下部怎么让国内的战友和家人有粮食吃,是最重要的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